忙的整理环境准备用餐客人到来 店内是中国风装潢 在台北中山区开餐厅的周先生 租了两间店面花400万装修 砸重本开业 但开店两年多来 房租就连涨两次 明年初房东要确定再涨房租 废墟而且残破不堪 我等于是把它重盖房子 盖好之后就逐年慢慢的 就开始增加房租 当然这中间也碰到了疫情 雨漆里头充满无力感 两年多来租金连涨 一次就涨三四千元 两年下来涨了将近八千多 周先生其中一个店面 乘租时还是不堪使用的废墟 花大钱改修 原本跟房东谈好价钱 但疫情两年下来 不但没有降租 还逐年涨价 让周先生很无奈 这边要租的人很多 那所以就变成逐年逐年的 往上就略调一点 从原来的两万八 上调到现在的差不多三万七左右 这是第三年这样子 那我们做业者的 有无奈也能吸收而已 租金上扬涨幅不断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物价指数 居租类物价指数 人寿持续攀高 租屋族相关的房屋指数 六月统计年增幅度达到百分之一点八五 创下二十五年来新高 连续四个月房租指数的年增率 都超过百分之一 在南部地区的话 这个整体的房租涨幅是比较大的 那有几个因素就是 租金会一直连续的上扬呢 最主要是因为房价的带动 那南部呢 因为这几年的话 房价涨幅比较凶 所以呢 它的这个租金带动的效果呢 也会比北部跟中部来的比较强烈一些 房租区域的涨时分布 六月涨幅最大的是南部 房租指数年增百分之二点二八 第二是北部区域的百分之一点八八 中部地区百分之一点五二 涨幅最小的是东部地区百分之一点二一 专家分析近来不少人转往南部发展 包含南科园区等等就业机会 让租屋需求大幅增加 为什么租金涨幅会这么大呢 除了这个房价的涨幅比较大之外呢 都会区它这个供给的这个量亭的 并没有这么的多 那再加上需求面的话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整个平均的这个租金涨幅 也有一个上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时代力量公布租屋正义零属书 近千名民众回应 六成民众为四岁以下 半数以上是租屋族 租屋族当中领取政府租屋补贴比例 只有3.36% 申报所得税有列取租屋支出的比例 也仅仅只有约8% 超过32%的民众 租屋的支出占整体收入约三成 台湾的租屋环境仍有在改善 受到通货膨胀 还有房价上涨的因素 再加上近年装修的费用 供掉双涨 而且今年许多县市 也都加重了囤房税 对于房东而言 持有的成本跟维护成本都增加了 自然会想要反映在租金上 300亿租金补贴 成效仍在观望 但租金狂涨 薪水难涨 对租屋族来说 连居住都不是件轻松的事 TBS新闻夜君 我来一名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